我們就把時間交給Jero 大家好,我是Jero 我是Jero 我目前是在做資安方面的大數據分析 有用到一些有學能力的技巧 那本身的研究是我們目前還在在職博士班 那我做比較像是做Company of Serious方面的領域的東西 好,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要報告的主題 其實我在講的之前我講說 先跟大家簡單講一個 復習前高中數學的一個例子 好,那這張節主要的第一個題目是Telers Series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數學裡面會用到一個叫 數學常數又叫歐拉常數 我們像1,1本身是一個無以數 它等於2.7182這個值這樣子 那1iS等於cosS跟iS 那它本身又是自然對數的底 那它本身 本身它積分 它微分跟積分都等於自己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Telers Series 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如果我們在一個完全沒有那個計算機的地方 我們想要用手跟 就是我們用一張值跟筆 我們想要去算這個1的常數 我們到底要怎麼算呢 那我們知道1其實它是一個無理數 所以它是 只要你的運算量夠大 你可以無限度去算到它的最準的精度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你直接用一張值跟筆 你想要算這個1的話 基本上你就去必須寫個程式 那程式的話就必須 你就必須要你的電腦 就是說我怎麼樣用一些筆進的方式去求這個1 那這邊我們就用到Telers去做筆進 那Telers去做筆進 那Telers基本上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簡單來說你就是一個FOS 它會把它轉成一個 無限式的Portemilial像是像加這樣子 那每一次都是一個微分 一節微分那些微分像加 然後平方次數會一節二節亮下去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能不能用Telers去求一個1的值 簡單來說我們把Telers去做筆進 再把它寫出來一點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它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像一個A的值去做展開這樣子 它叫做Telers極速展開 那這個A必須是連續的漢數 那FOS必須要滿注意的條件就是 它可以無限式的做微分 那我們就可以用Telers來做一個近視法 那首先的話我先看到D0次項就是 我們把 反正我們在A展開的話 我們把A帶進去 那在第二節做 我們就微分一次 我們就對 微分一次 然後待會S.A 然後我們把我們再乘一個S.A的相次 那第二節就是我們就微分兩次 那這邊會處到一個二階 好 這其實跟那個二相式立場沒有關係 那這邊沒有多講 可能就是這個Telers它就是有這樣的動線 一階二階三階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無限度它去這樣子 可是當我們的值如果是非常小 就是說這個S-A這個值非常小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其實只要做到第一第二下 我們就會很趨近一個我們要的值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我們一個E的東西 我們想要用手分就是值比這樣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最強的方法是 因為我們知道 1.E.S.A在0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它答案是1 所以阿拉伯數字是1 所以我們就在0去展開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在0展開的時候 我們就F of 0 它就會等於1.0就是等於1這樣子 然後一次微分 因為我們知道 E.S它本身微分一次它還是會等於值期 所以微分一次它就會還是會1.0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就是1這個常數像 我們在0展開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1.x的完全 就是如果說這個東西是無限度四項 它就會完全等於這個1.x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我們只想要簡單算一下 1是多少的時候 我們只要取 比如說我們取個75項前6項 我們就會算個逼近這樣子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現在算1這個值 我們就把x帶1 那我們就得到1的有這個方法 那簡單來說我們只要 因為我們知道1等於2.7828會不會下去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只要算到 算到大概第五四項 其實這個值就會逼近 真實那個值這樣子 好那回過頭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用 Ti的奇數最高原因就是因為 大部分我們的方形是一個很複雜的方形 那這方形就像我們今天我們不知道 我們如果沒有背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知道E是多少 那我們需要透過電腦的方式來算一些很複雜的方形 那我們需要用地盔方式 它就是一個地盔方式 我們要設定分類多少就可以算出 就是我們可以算出真正的值這樣子 那我們需要讓電腦去算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用這樣子的數值分析的方法去求解 那簡單上輪一下 Ti的奇數它是一個地盔方式 所以基本上你不太可能真正找到它真正的方式 所以就看你取的order數要取多少項這樣子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把這個Ti的奇數 把一個本來很複雜的方式 因為它可能是很多的指數相乘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會轉成一個Proinomial方式 A加BS加CS 那你可以任意選一個比較好解決的點去做展開 那它會轉成一個非常簡單的程式 那你在用電腦程式去計算的時候 就可以快速算出它的值這樣子 這是Ti的奇數值的概念 那我們再舉一個特別的例子 叫做Cos它有Cos去解 讓我們知道Cos如果是0階的話 它是一條線 因為它就是1 如果2階的話 這個它會長這樣子 那這邊有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真實的Cos的圖形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今天要展開Ti的奇數處 我們基本上 我們會關心說我們在哪個點展開 比如說我們在S的於0這點去展開的話 基本上你會確定說 這個值就是完全是Cos 可是當我們如果在算這個問題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發現 我們越偏離這個展開的地方 有時候誤差會非常大 像是誤差很大 那我們就必須把我們的階層拉大 比如說我們從0階拉到4階 4階就會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的奇數 那這東西就會比較接近真實的Cos的奇數 那如果我們說要做很複雜的話 我們就用電腦去把它抬到 然後它就會慢慢逼近這個真實的 然後就這樣子 所以Ti的奇數基本上 它是給我們一個方法 讓我們去用一個比較近視法的方式 去逼近我們想要解的方式 因為我們知道國際圖是很簡單的方式 但是我們現時中遇到的方式 可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方式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微分的方式 去把它展開變成一個逼近的方法這樣子 那可是說 可是我們在我們那個地本的螢幕 利用內握這邊 我們遇到的問題可能又更複雜一點點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我這個例子是 只要一個X的變數而已 可是現時中的問題是 我們會有很多的變數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訓練一個內握的村民 那我們的目標方式就是 要讓我們的Loss方式最小值 那這最小值的話 我們就必須去調整我們的Wave 我們在裡面會有S1、S1、S3 就看你當時怎麼樣去設定你的內握大型 然後還會加一個Biless 所以第八章其實它的概念並沒有要講太處找 它其實只講一些數學的東西就是說 它給我們一些方向 就是說我們今天想要去把這個 loss function 讓它變得 我們要去找到它最小的值 因為最小就等於說我們這個發展可能會收斂到一個 不太的狀況 那我們就要去定義什麼是 performance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 performance 定義就是 以內容來說 我們就讓 loss function 最小 所以基本上我們從頭到尾就是找這個 Fo方形 它是多變數的 那它最小 那可是有時候我們在不同的 不小的也算法 或是不同的問題我們可能會找最大的值 所以基本上 performance 你基本上概念就是說你去定義 你的問題然後去找到 最小跟最大的值 那它問題你要找最小跟最大的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找一個 performance 只有一個變數的話 就像剛剛的方法就把 S 代 從 0 到無限大 或是無限大 你去掃一遍就會找到一個最小或最大的值 可是當你是多變數 說 S1 S5 S3 的時候 它的排列組合是非常複雜的 基本上你不可能在無限時間 找到一個最小的值的方法 所以我們必須用一些比較數學的方式來探討 那這張課門有講到這三個方法 那是Tiler Series剛剛講過的 剛剛畫它的顏色 RDNZ的方法跟H1的方法 那這方法你剛剛都會介紹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只有一個變數的話 我們轉成Tiler Series就要轉彈 因為剛剛我們就開始微分 在磨點微分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多變數的話 我們再轉成Tiler Series的時候說 會變得相對複雜 好 據理來說這是D0階 就直接帶這個點進去 SSTAR是磨一點 好 那在第一階的時候 你是對S1去做S2變微分 S2變微分 到S2變微分 這樣子 把這邊畫錯 這個地方開始是二階 好 那在二階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對S1做 編微微兩次 然後你還要乘上S1跟S2 各式的編微微 所以它是這兩個相成 那在做二階 就已經很複雜 他這邊後面會講說 其實沒有回到後面 我們只要考慮 當我們多變數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考慮 第一階跟第二階 我們就能用這個方法 去找到一個最小的詞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剛剛定義的那個 有兩個東西就是 一個叫Gradian 一個叫H 那Gradian其實就是找這個 就是那個 O5Y值 它的那個Gradian的值 那H其實就是找 兩次Gradian的值這樣 然後我們只要找這兩個值 我們就能用這個方式去慢慢 看到說 這個方式到底是不是 就是一個收斂的寫的 它是一個Logalium的寫的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東西很複雜 它是 就是S1 S2這樣依序 它其實就可以寫成一個Ment 那對於一個二階的微分的話 在多邊數它寫是一個 就是一個矩陣這樣子 好 那就是矩陣有一個特性值 它其實是一個Symmetric的矩陣 它是一個對稱 就是說 這是自己微分兩次 然後這邊是對稱的 有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後面就會做一些推導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 我們用微design去找一些 近視檢視 其實它就是一個佈近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每次 假設我今天在A這個點 我就會想要更新到B這個點 那我就看這B點到底是不是 比我原版的那個F5的方式 是更小一點點 如果更小的話 我就會想要嘗試 往B的方上去走 那用這方式 我們每次只要 我們越小放上去走 持續努力的話 我們就會 走到一個最小的字 這是它的概念 好 這邊的概念 那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國際點的Conset 它其實只有考慮 第一階的那個 開的展覽式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S大展開 那你可以想像說 S大展開 S大展開 我目前 我隨便選一個點 然後我目前所在的點 叫做A 那 S就是你要去探索的方向 就是它有這個世界 哪些點可以讓這個方式更秀 那我們就 S大展開 B 所以我們會A出發 然後我們會選一個方向到底 那這個變化量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今天B-A 就是一個相當對角 就是一個方向 就是一個方向 包含 我現在這個點A所在的 那個微點的值 兩個相乘起來之後 我去更新原本A的這個值 那我就會知道說 我到底是不是會越來越小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調整它的方向 那我們這個A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 最後找到這個FOB 就是一個最小的值這樣子 那也可以換個角度來想 其實你就是一個X 它每次都只更新一個 微小的量 Delta的量 H的量 那持續的形式就是 直到它不會再變寬 那我們就可以想說 這個大X就是一個 你可以想說它就是一個收斂的值 那課本的話 它是定義成這樣的形式 為什麼定義成這樣形式呢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今天 我先落在這個A這點 其實我今天 我有很多方向可以選擇 P就是我的方向 那這邊會除一個 除一個這樣子的值 表示說 我希望P是一個單位向量 所以我今天 我這個值我會乘上 一個P的方向 來決定說我下一秒 哪個方向是會 要轉換方向 然後我希望 F會越來越小的時候 我在選擇這個的時候 我就必須選擇一個 最小的值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ΔFs它不會變 所以真正會變的是 我們要怎麼去選這個P 讓這個值我都會消 那這個方法叫做 directional directive的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可能的例子 實在說我們是一個 兩變數的function 那s1平方加2s2平方 假設我們今天在一個0.5 這個0.5點 我們繼續做 它的表示展開 那我們做第一屆微分 我們會得到一個值 叫做 12 然後點代入 就是 2s1跟2s4s2 然後代入這個 到12這個值 好 這個就是我這個方法 在這個s2.5 目前的gradient gradient的值 那我說 我是會選擇這個方向 我選擇一個p的方向 好的 那我p我要把它吃上去 然後最後算出來 因為這兩隻內積 內積完之後 它會等於0 0秒是什麼意思 你表示說 我今天 我想要更新 結果發現它 我選擇方向是錯誤方向 那它就會變0 你就等於沒有更新 那這就不是我們預期希望我們能解答 就是我們能更新的方向 所以我們要重新選擇p 好 那以課本範例來講 你會發現說 不同的p 基本上 像這個方向的0就是 它會剛好跟你的那個 所在位置剛好是p型 那這個2.2這個 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 剛好跟這個正交的一個方向 那你可以想想看 因為它是一個 我們這邊它是一個 內積 內積什麼時候會最大 基本上內積在最大的時候 它就是會跟 這個 規定的相同方向的時候 就是 會最大 所以通常我們選擇一個 正切 就是剛好追著這個方向的時候 就是會最大 也就是這是規定的方向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那我們知道說 只要我們選擇這個方向 去走的話 我們就能找到一個 最低點這樣子 那 我們 我們 在我剛才講 就是用斜率剛才講 就是我們就挑那個 坡度最斜的方向 我們去選擇 那 透過內積的方式 它就會讓這個 最小 對 要說最大 那最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最快走到 中間這樣子 那以這個 外面找到一個發言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從 從 這每一個圈圈都是一個 S1跟S2的 很冷視 就是 我每次都會選擇一個方向 這方向我就會走到一個點 每更新的點 我就會再選擇 下一個 這個規定的方向 我發現這裡面會更想 就往這方向走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 不斷地更新更新更新 我們最後能找到一個 最小的方式 所以 開了 展開式的第一階 其實它有這樣很好的性質 所以我們只要用這方式 我們就會找到一個最小的值 那可是呢 這東西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 我們在找到最小值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會遇到一個很 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說 像這樣 像這個方形 我們如果往這裡 我們這裡 往這邊走的話 基本上 它一定會落到這個地方 那你也知道 當它落到這個地方說 它不會 向左向右本心 因為它覺得 我已經處在一個 最低的點 那事實上 最低的點就是 這個地方 所以當我們在用這個方形 在逐漸去 逼近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見的問題 並不是找不到 最小的地方 我們是 只會找到 Local Outfit 並不會找到一個 Global的Minimaries 好 好 那這邊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 你這第一期的 看你蠻簡單的 就是說 我們今天定義兩個東西叫做 Straw Minimars 跟Wake Minimars 因為我們在 到時候要用這些方形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要先檢視說 它到底蠻慢的 這樣的性質 那這兩個東西都蠻簡單的 因為Straw Minimars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 當我落到有一個點 我往周圍看一下 我的周圍就是一個 我很曉得 Delta的S的這個字 結果發現 周圍怎麼看都是 比我原本的大 那基本上 你覺得它就是一個 我們就定家到 是Straw Minimars 可是有種情況是 當我往周圍看的時候 其實會 會有等號發生 就是說我其實可能 會找到一個 跟自己一樣 它可是一個平坦的面 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說這就是一個 它其實也是一個命令嘛 只是說它會有很多的命令嘛 存在在這個樣子的方形上面 所以我們就叫做 Wic Minimars 那可是我們其實在乎的是什麼 我們在乎其實是 Grow Minimars 因為我們希望能找到 這樣的東西 所以要找個Grow Minimars 它的定義就比較直覺 就是說我必須去 對所有的DeltaS去做看影片 那確定 這個範圍我們都看過之後 確定是最小時候 我才知道說它是最小意思 那這個方法 常見的 剛剛一路過走 有一個 另外我方法叫做 第二PiMine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 逐漸去看 那大家也知道說 這樣很容易就落到一個 LocalLiMine的位置 那就不是我們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範例 在課本的範例是說 它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兩邊數的方形 那我們算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點 在這邊看到它是 就是一個 火花TiMine 那這個點就是一個 火花TiMine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當我們從這點出發 就是我們會隨機 隨機選一個點出發 我們會更新更新更新 更新到這邊 我們就停掉了 但是有種情況是 我們如果運氣好 我們選到這點 我們就更新更新更新 更新到這點 那這點就是 火花TiMine 但有可能說我們今天更新更新 更新到這個點 這邊剛好是一個 兩個 但是它叫SettlePoint 剛好是 可能是一個平坦的面 然後兩邊 怎麼看學歷都是零這樣 所以基本上 它會有一個 就是火花TiMine 事實上 它如果往旁邊走一點的話 它就會落到這個 或這一點 所以在找這樣問題 它會遇到蠻多這樣的問題 那還有一種方法是說 它這個火花TiMine 它這個火花TiMine 是直接是一條線 就是它會有無數多個 這個火花TiMine 那這叫做 火花TiMine 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來講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 它有 我跳開始要章解好了 有蠻多的方法 基本上是在 處理這種火花TiMine 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可以調整 NinRate NinRate 所以概念是說 我每次都更新一年 可是我有時候 我會更新一個 非常大的破度 所以就有可能 讓我這個點 在更新一步的程中 一口氣越過這個 這個小高高潮 到這邊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調整 另外的方式 讓它一開始的時候 會走很快 然後走很快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來講 搜尋的方法會比較大 那開始的方式是 ReforceMine 好 ReforceMine 雖然你是說 我今天在這個點的時候 我可以給他 0.95的機率 我會讓他去 找那個最 最 最 就是可能是 脫路最大的路徑 但是會有 0.05的機率 我給他一個隨機亂走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們會鼓勵他去 探索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ReforceMine 有時候在解決這樣問題 它就有比較強的就是說 它偶爾會隨便走 可是隨便走的過程中 也許就會發現一個 可是他這邊 走到這邊發現一個更好的檢查 走到這邊 那 這是一個方法這樣子 不好意思 請問這裡講 強化學其實就是 強調的時候 我們選的方向 有一個機率性 可以探索 然後不是說 要有什麼旅握的什麼東西 對 這邊只是 我這邊講旅握可能 你可以 你可以想說旅握就是 我今天 學歷越高之後 我去旅握就越強 但是我偶爾會給他一個 跳脫這個旅握的概念 就是說去給他做一個 嘗試這樣子 那 這邊其實沒有講到 沒有講太多那個 講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概念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方法是 但是也蠻主流的 他就要認真 他會認真 簡單來說 你就是灑很多點在這上面 那你灑過多的點 你有可能就是會灑到一個 這樣的 這樣的點 那這樣的點 他就會有可能會旺 他就會成為你最佳結王 那會不會有去照這樣子 但是灑很多點 其實就是說 他的規定這樣很好算 如果你規定不好算 你灑一個多點 其實也是增加你的運算 複長度一下 那還有一類的人 他是用什麼東西 用基因有算法 基因有算法 基因有算法 你這邊不會講的細節 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找到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都是一個 都會比 還不錯的簡單 因為他接近 整個歐文化好聽 可是當我今天用基因有算法 去做Cost Over 就是Cost Over 就是說我把兩個 兩個方 就是兩個位子去做組合 那他有可能 有一定的機率會 會誕生到一個新的點 這樣子 那 基因有算法 他就有辦法用跳躍的方式 去把這個點 跳到一個新的點 這樣子 那我們也知道 當我們有越多的胎組空間的時候 他就會跳到更好的點 這樣子 不過基因有算法 的缺點就是說 其實 他本身相對的比較 嗯 基因有算法 他有可能會 就繞來繞去 就是永遠都跳一跳去 他不會跳到一個真正平常的解答 這樣子 好 這只是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 在這張解的話 其實他沒有講到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 他現在比較關注的是說 我們先求有 先求說 我先確定 我這個點是不是local out 我們用一些 數學的模式來限制他 是不是local out 因為 這個方式很簡單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 我們在處理大部分的 規定人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他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方式 那我們必須有一些比較 直覺的定義 讓他知道說 這是一個 我們才知道說 他當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以這樣解答 其實他跟我們講說 只要用到 第一階跟第二階 就可以去判斷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那個local out 電腦這樣子 那這邊定義 他有定義說 假設我們今天 ΔS非常小 那你也知道 ΔS非常小的情況下 這個二階會 有點小於這個一階 所以他會被這個 當中的定義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只要考慮這個 一階的狀況 在這個一階的狀況下 我們考慮這個 這個很小 跟這個狀況下 我們會發現 其實要滿足 local out 電腦的定義 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 ΔS等於 所以 都要一直乘上這個 規定 等於0 就是他的必要條件 這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我們落到一個最低點 然後向左向右看 基本上都是一個最小 就是都不會有更大的 更小的值 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買了一下位置 這樣子 這是他的必要條件 好 好 那 在另外一個條件是說 我們今天 我們就再看個二階 好 因為我們剛把二階 規定 我們按二階 二階基本上 因為剛 我們已經滿足一階的條件 所以我們就知道 ΔS等於0 所以他的一階 這就消失了 那我們就會留下這二階 但我後面可以給我看 因為ΔS等於0 本身會不會基本上 會影響於這個 所以我們再看二階就好 那他的時通 Altima定義就是 這個組出來的東西 要大於0 那這東西其實概念很簡單 因為你可以想想看 在我們前面的地方 如果以剛剛ΔS等於0的話 我們會找到 我們其實會找到三個點 這個最低點 最高點 還有這一點 那這三點的特性 都是我往左往右看 他的邪力都是0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把這點 誤會成 他是一個最小的詞 可是他這點是 這點不是最小的詞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件事情 我們就用第二個二階的導速 去幫他做幫助 就是說 只要大於大於凹口向上 這才會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最小的詞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是他兩個定義這樣子 概念結成完全單位 好 那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一樣 我們一個s1 40公分跟s2 平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選擇 s大等於0的時候 它的一階導速是一樣的 那如果選擇一個s大等於0 我們這個兩個相整 它也是會等於0 大於0 大於0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說 我們選擇這個0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Logo Ultimate這樣子 那可是這本書後來有補充一些東西 因為他覺得說 你光是要判斷這樣東西 很簡單沒有錯 但是當我們變數很多 比如說我們有10個變數要去調整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認為說 你把它看成一個矩正來看會比較快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方形轉成這樣的東西 就是FOS轉成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FOS就是 我們前面定義會有SYS度很多個 那我們轉成這樣的東西 我們一個嚴格定義就是說 這個A一定要是Symmetric 那這個Symmetric其實在我們前面 我們一定有看到的 就在最前面的這個地方 這邊 它其實在H的定義就是 你的二節微微一定會是Symmetric 那一旦我們說定義是Symmetric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我們第六章學到的一些矩正的方法 做化解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 我們要 我們如果把我們的方形轉成這樣 我們模式的話 這樣 有這個二階方形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就得到說 其實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一階微分就是 這個 這個Symmetric乘乘上一個S 好 那這個Symmetric乘乘什麼東西 其實是它二階倒數 這個東西可以馬上 可以馬上求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通過這方式快速去檢查 假設我們這樣 這樣的二階形式 我們就會去檢查這樣的東西 我們選擇點到底是不是一個Local Air 那 再把它更進階點 用I跟FET跟IQV來做分析 好 假設我們FLS可以轉成這樣 我們只是少一個 少這個長數下這樣 那 P就是我們選擇的方向 那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不要在乎的是 就是要讓這個 剛剛我們講過這個 這個 這個二階Gradian 讓它是要大於 持上去要大於 大於 所以當我們在選擇的過程中 我們就 我們會選這個P讓它 大於 那我們會發現說 基本上當你在選擇的過程中 因為 我們會用那個Igon-Barre跟Igon-Barre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它化檢成 就是Igon-Barre的 成這樣一個C 那C是 我今天去做化檢的一個道路子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方式去算出說 其實我們在選擇的過程中 它會被什麼放得住 它不只大於你 它還會被 最小的Igon-Barre跟 最大的Igon-Barre去放得住 那我們就知道說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 我們就會判斷說 我們目前這個 這個所在的到底是不是有辦法 要停滑這樣子 那這邊會有一個新的問題 產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Igon-Barre可能會是 小於0 所以當它小於0 所以當它小於0 這個條件可能就不會買足了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前面條件 第一就是要大於0 但是如果 當你的Igon-Barre兩個 都是大於0 的時候 基本上 它就會確保說 我現在選的這個點 就是 就是一個Logo-Mini-Miles 好 所以在這邊 我們做個簡單的Summary 簡單來說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你把你的Function 轉成一個HM-Matrix的時候 它的 就是Igon-Barre全部都是正的話 因為剛剛這邊是舉兩個Igon-Barre 但它是 有很多個時候 都全部都是正的時候 你可以說 它確實是一個Stone密碼 那如果說今天 它全部都是符的話 其實它只差一個符號而已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確定說 它是一個Stone密碼 可是有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有可能是 有些證據會復 那它可能就會存在 就是說會有一個Settle Point 就是它會有 Settle Point的狀況這樣子 那如果是 全部都是非復的話 甚至有些是0的話 它會有一些 剛好等於0的那個 密碼的狀況發生 那 那它也有可能會發生說 同時會有 或者是 完全不會有Stone Point的狀況發生 因為 有些狀況是 有些是 它全部都是非正的 然後又有些是0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如果把我們的Function 轉換成一個HMX 其實 用這些 這個 那個 那個 Fact跟Berry 就會去檢查說 它是不是落在一個 Logo Altima 5 這樣子 那 以上是今天 我們報告 這樣子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那這樣其實沒有很難 那後面 讓你才會再介紹這個方法的人生 這樣子 知道嗎 什麼問題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剛好這一代 有人握火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 Nuron Level Abdomination 要求Minima 有人知道嗎 為什麼要求Minima 我回答還是剛剛回答 就我的認知 它是一個 因為 就我對馬訓練的認知 它是一個BlendBus BlendBus 就是S Input 要等於 Output Y 那如果說 它是Me的話 你會讓你的S跟Y 會 看起來最相似 那 最相似的情況下 那時候應該就是要最相似 為什麼會最相似 最相似講的是 我今天出了 我希望S1 如果Y1 跟真實的答案去比的話 覆察最小 但那個是 等於說 以Differing 的Term來講 就是那個Rose function 要最小 對 那跟 跟在調的這些 Renning 的東西 他們的關係 為什麼要 這邊取 Minima 然後那邊又一Minima 就是有限定 Rose 要是 分等式貨 有限定這樣 通常 不會 但現在的計算方法 它通常都是正的 但是 理論上 不需要限定 因為正的話 你如果不取個負物 往下修 你那個會爆掉 就是 如果你今天把那個Lose 用我們討論 比如說 Logalike 我們把問題簡化 我們用最簡單的 Min2 所以它永遠都是正 它從0 往上 長 那 它的 Goal 基本上就是 實際的 Input 跟真實的 Beta 之間的 最小誤差 那你基本上 就要去Minima 最小誤差 趨近於0 那為什麼 我們在 training的時候 這本書 這張 它把它叫做 Performance Index 為什麼 我們去 Minima 這個 Performance Index 我好像說 我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當你如果不是 密碼它會爆掉 因為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把心碼 最小誤差 它其實會爆掉 就是它的這個爆竹 會發生這樣子 那它就不會收斂 最怎麼樣 一個問題 再問一次 就為什麼 他 要假設這個問題 是要求一個 好 最阿克馬的解釋 一個Globalme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 那 我不曉得 各位有沒有實際 在 在 有些之前有 study reforce 有參加 有讀書會 那讀書會 如果 有實際在看 它的 implementation 它是求 Messive 我覺得 我覺得 看你問題的定義吧 像第一次去一面 它就會求Messive 對 為什麼要取 Memma 或是Messma 看你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不是 不是 我的問題是 因為這個問我的問題 基本上是 完全不懂 Deep learning 好 它 我 基本上 對它做一個 很簡單的 Deep learning 的科普之後 它問我一個 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 數學 假設 傻假 那 以物語來講 它會講 能量最低嗎 那它會講說 這跟能量低不低 為什麼會有 直接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求 數學上的最小 他講的是 因為人家講說 不一定要Pini bar 我們 先把 把這個 先錄影佔領 我們在討論班 後來久 好 謝謝